好 接下來看到我們的立岡哥相框 大家現在看到立岡哥都很想問 這個關於颱風架的事情 那接下來颱風的動態 會如何影響臺灣呢 接下來幾天的進程 我們要趕快把時間交給立岡哥囉 好的 宥嘉 你問到颱風架 基本上還說那縣市長自己決定 不過基本上大家記得吧 之前的颱風架怎麼放法的 比照辦理的話 那應該明天可能全臺灣都在放假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別說了 再來我們講什麼 講一下天氣狀況 先來注意到在現在這個時候 最主要在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因為外圍的雲層的進入 所以有局部的鎮雨的狀況出現 在中部地區跟南部地區 我們看到這白的區塊 只有雲層量多 都沒有下雨的狀況 因為最重要當颱風的系統 在接近的過程當中 尤其中心是要接近到花蓮到臺東 所以只有在這個中央山脈的東側面 影響層面是比較明顯的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最新的雷達了 雷達上面呈現出來的 整個水系的發展 也可以看到在現在的這個時候 外圍的一些雲帶 正在逐漸的接近到臺灣的上空 零星的真雨的狀況 隨著時間點逐漸的在出現當中 而這樣的降雨現象 到了明天的白天 會變得更為明顯 颱風也目前仍然在我們的 東方的遠洋的海面上面 但移動的速度很快 每小時有二十一公里 到二十公里的速度 朝著一個比較偏西北的方向 在移動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時候的 整個色調強化的雲圖了 從這張雲圖當中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整個水系的發展 已經開始逐漸的接近到 我們臺灣上空 雲系的發展 最主要是在以颱風的環流結構帶上 是比較明顯的 而在他的北邊向線 你可以看到高空場 已經有些水氣開始輸送過去了 那南邊雖然有些水氣上來 但大家知道 這是已經到了一個秋天的颱風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的話 當颱風離開之後 我們的天氣形態來說 將會要逐漸的好轉 好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動態的雲圖了 從動態的雲圖當中可以看到 在現在的這個時候 他所屬在的位置 剛好是海溫比較高的區域 也就在北緯二十度 這個地方 當他到了北緯二十一度 再往北一些之後 我們附近的海溫的部分 已經開始逐漸的下降 所以這個颱風的系統 在今天到明天的早上 你會看到他的強度的部分 就差不多維持在強烈颱風 甚至中心風速在今晚 還會有增強一些的趨勢 不過到了明天的 中午的時候 颱風的植物件 接近我們臺灣陸地之時 暴風圈接近的時候 環流結構體會受到 我們地形的破壞 再更重要是整個強度的部分 在隨著他中心 逐漸的接近的過程當中 也會開始逐漸減弱 可是要注意 花東地區 是首當其衝 這一點要提醒大家 嚴加戒備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的這個路徑圖了 從路徑圖上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暴風圈是在把他拉大樓 因為現在目前氣象署說暴風半徑有三百二十公里 那也就是說 大約在今天晚上九點以後 暴風圈會開始接觸到 鵝蘭比的陸地 接著整個系統 逐漸的朝西北走 時速二十公里 很穩定 也就是說 在明天的中午的時候 大約十二點到下午 兩點鐘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 會逐漸的接近到台東南方的陸地 那在這個時候 就是中心要即將登陸了 所以我告訴大家的時間點 就在明天的早上八九點以後開始 東半部地區的花蓮跟臺東風雨的感受上 會隨著時間點而逐漸的明顯 而到了中午的時刻呢 尤其在十二點到下午兩點 颱風中心登陸的北面向見 風雨的感受上是最大的 所以要提醒南花蓮到臺東地區的朋友 可要特別的嚴防強風跟豪雨的狀況出現 山區部分是豪雨 海邊的部分是強風的現象 你聽我說那西部呢 西部地區基本上在今天晚上 一到明天中午都沒事 那只有海邊的陣風一點點 那雨也不多 因為最主要中央山脈 把所有的水都擋在我們的東邊了 等颱風的中心 在明天的中午登陸之後呢 整個強度的部分來說 快速的減弱 結構體呢 會因為整個颱風中心 逐漸的進入中央山脈 我們的西半部地區海邊的陣風 在明天下午的時候 就會開始要逐漸的增大 那這個颱風系統 當他過了中央山脈之後 高空場開始受到北方的冷高壓 帶進來的冷空氣影響 強度的部分會在當務 他通過中央山脈之時 受到強冷空氣下來的影響 而快速的在減弱當中 那時間點預估就在明天的 晚上的時候呢 中心大約在明晚的九點鐘 左右就會出海 那出海的位置要看 比較北邊或比較南邊一點 北邊一點大概在彰化 到臺中 南邊一點 就在嘉義到臺南之間 他出海之後呢 就會逐漸的在往北走 而且進入海面之後結構體就會整個水氣發展強度持續減弱 暴風圈也會縮小 那也就是說到了禮拜五的早上的時候 颱風就已經離開囉 所以快的話 大概禮拜五的中午之前 警報就渴望都解除 對於臺灣本島的路上警報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顯示圖了 顯示圖上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在目前的時候呢 颱風的暴風圈 在今天晚上要急著接近到我們東南方的陸地了 接著他進入到陸地的時間點 就在明天中午的時候 明天下午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明天下午要注意的東部西部不一樣 早上要注意的是花東地區的風雨大 下午的時候注意的是沿海震風牆 就是在各地沿海震風會偏強 那在西部地區主要在颱風中心 在明天的傍晚七點 明天晚上七點到明天晚上九點要出海的時候 風力的部分會從海面上灌西風進來 灌西風 逆時增轉灌西風 所以在南高坪三個地方的陣風會比較偏強 在明天的晚上的時候 這段時間到了明天的晚上午夜以後 開始整個颱風中心往北移動 禮拜五的早上的時候 就已經接近到福建近海 禮拜五的早上 接近中午的時候 暴風圈就已經離開 暴風圈縮小 強度就減弱成為輕度颱風 之後到了北方大約在浙江的東邊這邊的時候 就會變成低壓之後變性成為溫帶氣旋 所以呢 這個系統當他接近臺灣的時候 強度是偏強 不過當他一離開之後呢 強度的部分在逐漸要離開的過程當中 就會一個快速的減弱 那許多朋友就問說 那明天的天氣的話 在北部 北部基本上來說風會比較大 在海邊部分 雨的部分在瑞芳東北角山區的雨量會比較明顯 臺北市區的降雨狀況來說 就是間歇性的陣雨 那風會有一點點在颱風 明天中午登陸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偏的東風 剛好帶進臺北盆地 會感覺風不大 當他登陸之後 連臺北的風又會變小囉 所以基本上來說 整個主要的影響 就在花東兩個地方 最明顯 宜蘭山區要特別注意 豪雨的狀況 宜花東三個山區 都要特別的留意 那我們再來就用小丁 您給大家一個提醒 特別注意的事項 最主要呢 就在於說花東地區的朋友 你要特別注意風雨的狀況 因為風雨的狀況 要防風雨的現象 從今天深夜 到明天的中午之前 非常的明顯 還有海邊的浪大 再來大家有些朋友 不要明天 不要沒事去關浪 因為風浪偏大 海邊活動都有危險性 提醒在花蓮地區 跟臺東地區的朋友 要嚴加戒備 這次的中心的位置 會登陸到臺東 所以臺東的朋友 更要特別的注意 現場交換給佑佳 姐妹們 從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 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西膚 彈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最受人的 雜生 雜生 微信 明日 公平 石 絲